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早安 感谢主 我们早上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要跟各位分享 今天早上的信息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信息 是讲到耶稣行神机的目的 耶稣行神机的目的 那今天我讲的小题目是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那你稍微回想一下 在你信仰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遇见过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很多题你没有遇见过 就是你在你碰到一些 这个其实不只是基督教 我们的信仰或者其他的信仰里面 有的一些律法 一些规条 一些命令 那这些东西拦阻了 或者胜过了我们应当有的怜悯 跟爱心跟同情 遇见过吗 我这样讲会有点复杂 就是你曾经遇过一些 所谓的属灵的人 他们在一个属灵的场合 他们读一本非常属灵的书 然后按照他们属灵 他们自己属灵的观点 来解释这本书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失去的 我们应当有的怜悯 跟我们的爱心 遇到过这种惊喜吗 你曾经是一个受害者吗 或者你是一个加害者吗 我跟你讲 实在的话 我曾经是这样 我曾经是这样的人 各位可以知道 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传道人 很年轻 当然 我自己回想 其实我在一个非常 知道学习尊重别人的家庭长大 因为我父亲是个非常尊重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从小被教导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 我们应该对别人有礼貌 不管是年长的 同辈的 甚至比我们年纪小的人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 那 我们也这样学习 对别人 总是磕磕唧唧的 好 但是你知道 当我后来 我就出来全世界服侍神 对不对 把我自己奉献给神以后 我就开始觉得 我这个人真的还不错 你看 这么多年轻同辈 只有我愿意摆下 所有的世上的荣华 也没有啦 就是摆上世上 所有的愿意来服侍神 哇 而且你知道 那时候我在 在荣耀秀教师手下 当他同工 那是很大的事情 弟兄弟 你知道 在当时的贤堂 应该是 台湾最严谨的教派吧 老贤安你应该知道 我们真的是 就蛮严格的 我们自我要求很严格 那当然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早期的时候 我们弟兄 男生女生是分开做的 分开做的 我们非常注意这个嘛 所以 那有一次 我们的 蒋妈妈 她已经被阻挤了很久了 老人家 他们真的很近前 年长 非常近前 他们做招待 她已经70岁 还做招待 有一次有一队 年轻人进来 还坐在一起 妈妈就说 不可以 男生女生不可以坐在一起 那那个男生就说 她是我太太 还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 我们是很严格要求 我说我 我非常严格要求自己 同样当然 我们也会有同意要求 弟兄姐妹 当然 可是这些年来 我回想说 没错了 我们注意圣经是应该的 是对的 弟兄姐妹 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反省 我说我 可能有的时候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我们太注意 那个经文的 那个字面的 以至于我们忽略 这个经文到底是为谁写的 我们太注意经文怎么说 而忽略了经文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祝福神的百姓 有时候甚至我们太注意 经文的那个字面的解释 我们甚至忽略了 写经文的这位神 是为了充满怜悯 跟充满慈爱的神 所以你知道 当我那样子的时候 我就结果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 我只是看见 别人眼中有刺 或者我看见别的团体眼中有刺 而没有发现 自己眼中有一个 很粗很粗的凉目 当然 我慢慢在主面 就是我成长 我更多读圣经 我就学习 我就更多明白神的旨意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就明白 其实神不喜欢我那样 神不喜欢我那样 神也不喜欢我那样 对待别人 特别是对待弟兄姐妹 所以我当然 就开始慢慢学习 我也努力改变自己 这次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那好 开场白 我们回到信息 这一系列信息 各位知道 我们是用福音书 约翰福音书做背景 约翰福音是约翰所写的 前几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约翰写福音书他的目的 虽然也许是他口述的 他的门徒记下来 可是我们知道 约翰写 约翰福音他有个目的 我们发现约翰其实 当他那一年 他那时候跟随耶稣 信耶稣 他不是因为信心的关系 各位鸡皮鸡 我都是跟各位分享 信心当然很重要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因为信心 来跟随耶稣 他是因为看见一些事情 来跟随耶稣 他是因为听见一些事情 来跟随耶稣 约翰是因为他所看见 他所听见的 来跟随耶稣 那当然 我们用约翰自己讲的话 那他起来 他讲的会比我更清楚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的第三节 那约翰是怎么写 约翰说 这个从一开始 这个生命之道 这个生命之道 其实就讲了我们的主 就讲了耶稣 他说这个生命之道 是我听见的 是我看见 是我自己听见 是我自己看见 甚至是我自己 亲手摸过的 那即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仍然看见他 我仍然摸过他 他不是一个鬼魂 他也不是个灵体 他就是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一位 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位 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那这个生命 在第二节 约翰说 这个生命显明出来 第二节这个话 当然其实 我们求神做工 在我们里面 约翰他企图把它讲 更清楚 这生命显明出来 是什么意思 他说 就是这个人 他是我的拉比 是我的老师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救主 后来我发现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源头 他就是生命 而这位我从小敬拜的神 他成为一个人在地上 神以人的形状出现 我自己觉得 约翰可能真的很难形容 很难形容 地中里面 但是他说 这个生命显现出来 我亲眼看见 我亲眼听见 我亲手摸过 我听见他跟我讲话 我跟他有交通 交通 我跟他有互动 我就知道 他真的是弥赛亚 是我的救主 所以当时候 那时候 他的门徒们 大概有人就怂恿他 说老师老师 你先把他记载下来 对我们太有帮助了 所以约翰就口述 他们就把他记下来 当然约翰 他有一个伟大的目的 因为这个目的 其实不只是为 当时那些门徒 也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两千年之后的我们 约翰其实告诉我们 他不只要告诉 当时发生的事实 跟耶稣在一起 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个目的 就是当他希望 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听见他所说的 他所看见 他跟我们分享了 见证以后 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约翰期待我们有反应 就跟约翰他听见 看见之后的反应 那个反应是什么 在约翰福音的最后 二十章第三十一节 他说 他说既是要叫你们 信耶稣是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就是救主的意思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就是我们 我们信了他之后 我们可以因他的名 得到永远的生命 约翰期待我们 听见 看见他所写的 约翰福音 还有其他的保罗 我想书信 都是同样的目的 叫我们有回应 叫我们也看见 他们所看见的 我们心灵的眼睛 看见他所看见的 我们心灵的耳朵 听见他们所听见的 然后我们就 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领受 那个丰富的生命 我知道约翰他一定用 我想他心里充满了火热 他一直想告诉我们说 他真的是 道真肉身的神 他是我的朋友 苏勒拉比 他是神的儿子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是神的儿子 没有错 可是他说 这个儿子是特别的 是特别的 然后他有个目的 叫我们因他所说的 我们可以相信耶稣 听见 所以约翰写 约翰福音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的 就是 虽然我们不是 自己亲眼 肉眼看见 我们的耳朵听见 但是约翰 企图用一个 用一个 可以说服我们的方式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接受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助 相信他 跟随他 所以约翰 他用七个 我们看 他用七个神迹 七个神迹 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这个神迹 可以认识 我们的主 让这个神迹 让我们认识 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当然主行的 我们已经讲了 今天讲第四个 对不对 第四个 耶稣行神迹 当然他是 因着爱的关系 有人有需要 他有行神迹 医病赶鬼 这些神迹 是为了人的需要 是出于爱 没有问题 可是事实上 出于一个更伟大的目的 就是借这个神迹 让我们真的认识 他到底是谁 这个人到底是谁 因为耶稣 他所宣告的 在当时是个非常 是个疯狂的宣告 耶稣就说 我就是神 我就是弥赛亚 I am 我就是神的自己 这很大的宣言 那你要怎么证明 你是神的儿子 你要怎么证明 你是神的儿子 你要怎么证明 你就是弥赛亚 约翰说 我回头看 我回头看 我跟随他三连半 我看见他所说的 我看见他所做的 我看见他行动 许多的神迹 真的我就被说服了 他真的是弥赛亚 是我的救主 所以我愿意相信他 我愿意跟随他 所以约翰也企图 用他所说 他所看见的 让我们也被说服 可以相信我们的主 好不好 所以 今天第三次了 第三次 前两次 我已经跟各位分析了两个神迹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神迹 你们有同样我在说 神迹 英文是用sign 对不对 是一个指标 神行的所有这些神迹 它就是一个指标 指向耶稣 让我们借着神迹 认识我们的神 认识耶稣到底是谁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 安息日 医治一个瘫痪 38年的 一个病患 一个病患 当然我们会继续用约翰福音来分享 记得上次我跟各位分享过 加拿婚宴 耶稣行的神迹 失水变远 久之后 就有一个加百农的大臣 来求耶稣 医治他的儿子 对不对 他本来希望耶稣跟他一起回家 医治他儿子 可是耶稣没有去 耶稣说 你那么有信心 回去吧 我不跟你去 可是你儿子得意治疗 所以那一天 这个大臣 他就做了一个 2000年来 每一个基督徒 包括你 我都需要做了一个选择 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需要相信他 他既然说了 我就相信 我就做 所以当这个大臣 他就照着耶稣说的 他就回去了 虽然耶稣没有陪他 他回去的时候 他儿子就得意治疗 那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这样 信仰的斗也是一样 好不好 所以神的话很重要 我们只要照他所说的去做 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祝福 好 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 那在 医治大臣的儿子的时候 那时候耶稣在加拿 对不对 在加拿之后 他就 神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来到耶路撒冷 约翰福音的五章 一到三节 耶稣来到 耶路撒冷 那 到耶路撒冷是过节了 玉月节 那个节期 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来到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有个 古城有八个城门 旧古城 来了其中一个门 叫做阳门 阳门呢 这个旁边有一个池子 水池 西伯来话说这个池子叫 避世大池子 水池旁边有五个走廊 神经上说在这个走廊当中 靠近池子就躺着许多病人 严重疾病 眼睛瞎啦 瘸腿啦 血气枯干啦 就没有力气的 这些人 约翰写得那么详细 因为他的现场 这些都是他看见的 他跟这些组织的过程 他记下来 丢你你知道 你可以想象 那个场景是非常可怜 其实蛮可怕的 而在其中那些人 那些病患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 要说可怜 是非常非常绝望 非常沮丧的人 对不对 因为没有盼望 因为没有盼望 你知道两千年之前 那时候医生很少 不像现在 什么健保啊 随便你要看哪一科都可以 那两千年以前 很少医生的 而且那个医生 按照跟现在相比 也算不了什么医生 所以那时候 大部分的百姓 如果你生病 大概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去圣殿 或者如果是异教徒 就去其他庙宇 那神的儿女就去圣殿 另外一个就是靠迷信 靠迷信 靠圣殿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去圣殿 敬拜神 也许神今天很有怜悯 就医治我 或者祭司就很有怜悯 就帮我做些事情 那可能我就得医治 否则我就靠迷信 无数啊 幻术啊 占卜啊 那这个故事 这个毕斯大池子的故事 就是出于一个迷信 是什么呢 有一个传说 说这个池子的水 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天使 就会来搅那个水 所以水一动的时候 就表示天使来了 所以水一动的时候 那旁边那个病人 他们就会 进到池子里面 哇 那人就可以得医治 这个就是迷信嘛 对不对 那个毕斯大池子 其实是一个 人工凿的池子 那有一个 远方有很大的蓄水池 然后蓄水池 把那个水 就注入这个池子 那有人说 可能是因为 那个就是接管的地方 有时候水进来 对不对 在下面 所以水上来 就是水会动嘛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水面会动 那有人就说 哦 天使来了 赶快 赶快 人如果进去 就可以得到医治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 那种场合 那些生病的人 狭眼的人 瘸腿的人 瘫痪的人 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愿意进入那个地方的啦 你可以想象 那那个地方 我想啦 那就是个疫区嘛 对不对 那一定是空气非常不好啦 那些人可能就 躺在那个地方 就也没人照顾啦 吃喝拉撒碎 都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谁会去呢 可是那天耶稣去了 我们是去了 那些人他们 可能我想 什么人会去啦 我想啦 大概也过一段时间以后 就官方人员会进去 把他尸体就搬走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那一天 我们的主 他来到碧士大池子 遇见一个 瘫痪了38年的人 耶稣看见 他躺着 生病了很久 主就问他 有人说 这么多人躺着 为什么主问这个 只问这个人呢 没有人知道啦 可是我想大概是 大概是天父的旨意吧 因为耶稣做了 所有事情都是按照 天父的旨意嘛 但是他决定 今天要做点奇妙的事情 他要行个神迹 那主就 靠近那个 瘫痪了38年的人 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问他一个问题 那弟兄弟 今天我问你 同样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不是我今天要跟各位 分享的重点 可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 好不好 今天我也同样问各位 这个问题 耶稣那天问这个病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听起来 有点愚蠢 是真的 耶稣那天低头问这个人 主问这个人说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各位你要痊愈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吗 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想得医治 他们不想痊愈 你相信吗 不是每个人都想得痊愈的 有的人就继续不在埋怨 他们不愿意做 让他们自己可以得痊愈的事 为什么 因为 得痊愈 得医治 比生病 有时候更痛苦 更辛苦 对不对 我生病了 有人照顾我 有人伺候我 我不用上班 我又不用工作 我又不用负责 别人都帮我打点好 万一我好了 我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我需要上班 我需要工作 我需要负责 会不会有这种人 有 师母的三姐 有一次他跟我们讲 他一个 他认识一个朋友 他朋友很好玩 他的朋友的工作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继续不断保持 他在生病的状态当中 当然细节我不太记得 就是他大概是生病吧 生病以后他就复合 他有保险 所以他生病以后 他保险公司就会理赔 你只要继续在生病状态当中 那保险公司要付钱给他 所以他每一年的工作是什么 保持生病 去医院 医生说 哦 还没有好 保险公司就付钱给他 是真的 病好了 病好了 我要去上班 上班太辛苦了 保险公司给我付钱多好嘛 是真的 第二个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那你有三高的问题吗 血糖高 血阿高 血脂高 很多人有啦 当然这些疾病 基本上 你真的想从其中 有些东西血阿高 是不会完全得移植的 可是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让他不要发作 不要更严重 对不对 你愿意 你真的希望你可以 从其中可以得到完全的 好起来 或者让他维持一个正常的态度吗 情况吗 愿意吗 很多人不愿意耶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三高 需要做三点事情 一定要做三点 三个缺少一个都不可以 一要看医生 要吃药 血阿高 像我就是 我每天起来乖乖吃一颗药 第二 节制饮食 对不对 第三 运动 最简单就是看医生啦 吃药啦 有的人很奇怪 明明血阿高不吃药 他想要靠运动靠饮食 我跟你说那不会的 那不会的 完全好 你靠完那个不行 吃药 吃药还算简单啦 第二 运动 运动 你很喜欢运动吗 我们明明知道运动很重要 可是就是不喜欢运动啊 对不对 第三 更难啦 控制饮食啊 很多东西不能吃耶 算了吧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医治的 有些疾病是心理的 或者因为心理会造成我们 身上的疾病的 比方说 心理上说嫉妒 嫉妒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嫉妒会使我们骨头腐烂的 烂掉的 有的人说 饶恕 不饶恕 会让我们身体 身体会出状况 什么关节炎 有人说 关节炎 什么哪里通 是因为不饶恕造成的 我也不晓得 有什么科学依据 可是 还蛮合乎圣经的耶 对不对 嫉妒会让我们骨头腐烂 你愿意 你骨头不腐烂 得医治吗 那你需要不嫉妒 你需要饶恕 很难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个人愿意的 不是每个人愿意的 很多恶习 虽然不是疾病 吸毒 赌博 你真的愿意从其中 释放得医治吗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 所以今天 主可能突然问我们 你要得医治吗 对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照祂形象所造的 所以让我们 不但尊重 尊容自己 尊容神 尊容旁边爱我们的人 让我们起来得医治 好不好 从所有的疾病里面 或从所有的不好的习惯里面 得医治 让我们可以荣耀神 好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故事 主看见这个人 他知道他生命38年 但是主仍然没有 强加他的意志 说我不管你要不要医治 我就医治你了 尊容神不是那样的神 所以神就问他 你要得医治吗 很显然这个人 他很想得医治 对不对 很想得医治 他就说 但是问题 他就回答 主说 但是先生 我是很想得医治 但是每一次 那个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我 没有人帮助 没有人帮我放到个池子里面 因为他瘫痪 瘫痪了38年了 对不对 大概我完全不能动 他说我躺在这里 我看那个水冻 可是我没有把他进去 没有人帮助我 总是有人被我先进去 好 那天后 这是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 你知道想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 也非常可怜的光景 对不对 水一动的时候 哇 很多人 有的人要 可能要滚 想把他滚进去 有的人要爬进去 那有人可能好一点 刚好他家人在 把他丢进去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值得人怜悯的一个场合 对不对 可那一天 我们的主 耶稣就蹲下 对这位先生说 我相信主充满了怜悯 充满了爱 主就说 起来 起来 那希腊文这个起来很有意思 希腊文其实 蛮丰富的一个文字 希腊文就是 起来就是 醒过来 兴起 以赛斯说 兴起发光 起来 你活过来 苏醒过来 叫他起来 然后主下面说 他说了一句话 叫我们明白 主不但怜悯他 叫他好起来 主其实有意义的 主说什么 主说 主行了一个神迹 再跟各位解释 第二个 那是一个 爱的一个呼唤 主教授做了 其实是一个 爱的一个怜悯的 一个行动 你是不是对这个人 说什么 就是说 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 那 约翰就回想 当年发生了事情 他就 真的 那个人就 主意说 他就起来 他就拿起他的褥子 就走了 对不对 第九节 那个人立刻就好 就痊愈了 就拿起褥子 就走了 就走了 重点是什么 对你们知道 那一天 当耶稣说 起来之后 重点是后面 主说 拿起那个褥子 拿起那个褥子 那个褥子 那个 那个是 那就是个破烂布 那个褥子 可不可以躺了 三十八年的 早就又发售又烂了 拿那个褥子干什么 就好了 不需要那个褥子了 那个褥子是要躺在那边用的 对不对 可是耶稣说 拿起你的褥子 对你们 其实主 其实在那边 他刻意做一个 吩咐他做这个事情 耶稣那天刻意 我这样说好了 耶稣那天刻意 捅了一个褥子 为什么主就他 拿起那个褥子 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 医治那个病人那一天 是安息日 是安息日 约翰福音五章十节 那天是安息日 好 那个人呢 这安息日 对于犹太人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 对不对 当暗示到了时候 那圣殿的周围 周围 周围都是法利赛人 看看有没有人 违背安息日 安息日 好多规矩 那天他们看见这个人 居然拿了一个褥子 而且向圣殿走去 我想这个人 他大概 三四八年生病 对不对 那阳门离圣殿不远 他听到 那个圣殿的音乐 声音 他大概 他很想去圣殿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今天他得医治了 对不对 他拿起这个第一天 想做的事情就是 他去圣殿 感谢神 可想而知 去敬拜神 他是犹太人 对不对 现场感恩 可是这群 假冒为善的 法利赛人 这只注意经文的 法利赛人 他根本不在意 这个人有没有得医治 他也根本不在意 这个人要去敬拜神 法利赛人 看见他拿的褥子 就说 圣经上说的 今天是安息日 你们搞错 拿褥子是不可以的 法利赛人 我待会告诉各位 为什么不可以 第二个其实 摩西的律法 并没有这样规定 并没有禁止他这样做 拿褥子 那是犹太人的传统 禁止他这样做 这个传统 叫做 我们叫长老的传统 或叫做口传的陀拉 你知道 那个 就是口传的教导 那年摩西从山上下来 神颁布的十戒 对不对 十戒叫 十戒我们说是成文的 文字 刻在石板上 成文的陀拉 那同样 他也带下口传的陀拉 就是摩西五经 很多的 很多的 嘴巴讲 因为太多写不下 石板就两块 只有口传的 然后这口传 就从摩西开始传到约书 约书要传到 士师们 士师们传到先知 最后到了法律安手中 法律赛人 我相信他们的动机 开始是好的了 他们太尊重安息日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还不够 所以他们又加了很多 这里又加了很多的规矩 很多的规条 好像栏杆要包围 这个神的律法 绝对不让任何人 违反这个律法 但是这些外加的口传的 这些陀拉 这些长老的传统们 慢慢慢慢在 法利赛人眼中 看起来跟神的命令 同样重要 同样权柄 你知道这些 后来外加这些东西 有39个类别 不是39条 是39个类别 每个类别下面有无数条 很多的规矩 其实有一条就是 你在安息日 不可以拿超过 两个无花果重量的东西 你吃看无花果吗 就是无花果 你吃过吗 无花果干 其实新鲜无花果很好吃 台湾好像买不到 无花果干 礼拜天 安息日 你拿的东西 不能超过两颗 无花果的重量的东西 拿三颗无花果重量 你就违反了律法了 违反了妥拉了 所以那个路子 当然超过重量嘛 对不对 而且 我再讲了一个 圣经上有说 安息新主的路程 看到圣经吗 就是你安息走路 安息路程多少 大概2000走 就900公尺了 你安息那天 你不能走超过 900公尺的路 超过就违反律法 所以安息 所以那天 法利赛人说 你违反了十诫 你违反了第四诫 出埃及第二十章 第八节 说什么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对不对 对不对 安息就是 犹太人安息 就是我们的主日 主日 主日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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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 停止惯了的人 但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 就跟他如此 行约神宁怎么说 说不可以停止聚会 当然包括 我自己觉得 最主要的聚会 基督聚会 就是主日 当然我们还有 其他的团聚 小组 都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 就是主日 就是主日 对不对 主说你 不可以停止 那是个命令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遵守 就像那停止惯的人 停止惯的人怎么样 你知道什么叫 停止惯的人吗 就是 一次不来 两次不来 三次不来 就习惯了 不来就 本来就这样子 对不对 而且当别人不来的时候 觉得没错 就可以不来 安息是一个命令 但是弟兄姐妹 安息当然也是个祝福 是不是 那是个安息的日子 但是有时候 我们误会了 这个安息是 是叫我们在 劳碌中 可以得到安息 而不是叫我们 在爱中 休息 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要再爱了 爱太多了 不要爱了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命令 安息是叫我们 对 瑕疵人 休息一下 因为犹太人 他们很喜欢用经文 律法 瑕疵人 安息是叫我们 不用律法 去瑕疵人 也不是叫我们 是叫我们 不用律法 对不起 不用律法 去瑕疵人 要休息一下 不要老子 控告别人 而不是叫我们 对别人怜悯 或者同情 或者爱 休息 停止我们的爱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走样 我们看神经 看看 奇怪 周明有发现 很多宗教人士 包括基督教 某一些人士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 或者我们会忘记 这些妥拉 这些经文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会的 其实因为我们面对 很多问题 我们都会造成 同样的错误 有时候我们就 本末导致了 除了我们的 我们所谓神学理论 我们的信仰之外 有的时候 我们捍卫某一个 神学理论 我认同的 或者我们捍卫 某一个思想体系 我们说意识形态 或者我们捍卫 某个政治的议题 或者我们捍卫 某个政党 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会 就有一个不对的状况 就是我们看这些东西 我们看这些东西 超过这些东西 原来被设立的目的 那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设立要服务人民 而是服务百姓 有时候我们就错误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看中 拥护我们的神学理论 我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的意识形态 或者我们所认同的 政治议题 或者我们喜欢的政党 超过了他们被设定的目的 目的是什么 其实是为了祝福百姓的 可怕是有时候 我们看不清楚 我举个例子 两千多年来 你知道有好几次宗教战争 基督教宗教战争 你看双方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是真的 可是他们为了他们 维护他们自己所认同的 那个神学思想 发动战争 彼此残杀 你可以想象吗 听到这边 那个最为大改教者叫马丁路德 对不对 马丁路德杀了很多基督徒 不很奇怪吗 OK 世界上有多少战争 是因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互相残杀 失去无数人生命 所以人望这些东西 其实他的目的本身 是为了叫人幸福快乐的 前几天 你们注意美国总统川普 川普是个蛮特别人物 其实你知道川普可以选上总统 很多基督徒支持他 是真的 但是问题是 他其实蛮脱陷的 前几个礼拜 他就当场羞辱四个 他敌对政党 民主党的四个 非裔的 非洲裔的 议员 其实呢 其中有三个人 他们已经在 他们不是第一代 他们已经好几代的美国人 就是肤色不一样 你们滚回去 滚回去你们老家 这什么人啊 他忘记他的总统 他的总统 你还选他是要服务百姓的 你看 人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讲个题外话 我们的选举也快到了 对不对 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在座 我们当中 我们人没有那么多 可是我相信 一定在我们当中 每个地方 你有各自所拥护的候选人 政党 可能你的家中 一个家那么几个人 就有拥护不同的政党 以前有蓝 有绿 现在有一个白 现在有另外一个 好 OK 但重点是 我们可以 我们一定不要落入 那个错误里面 你可以拥护 你自己所拥护的人 但是 但是如果为那个争吵 你就太不聪明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今天所说的 你拥护你的神悦体系 你拥护你的意识形态 你拥护你的政治议题 拥护你的政党 或者候选人 因为吵架 这很奇怪 他的这些目的 这些意识形态 这些政治思想 政治议题 这些领袖们 这些政党人物 他们目的是 为了祝福百姓才对 是为了祝福你 如果你为他们吵起来 到时候他们合了 这很奇怪 他们可以合在一起 他们那么不同 都可以合在一起 那你们家吵的 吵翻了 这不是很傻吗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好不好 OK 那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神学理念 我们思想体系 或者我刚刚说的 政治的议题 对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 而且我们需要 在爱中面对 在爱中面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 当任何 任何对人最好的东西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什么是对人最好的东西 任何对人最好的东西 我们都觉得 我们都忽略 不管是故意 或者刻意的 或者不小心的 都是不合神心意的 任何东西 对人是最好的 而我们却觉得 我们忽略 我们不在意 我们破坏 那就是不合乎神心意的 什么是对人最好的 你觉得什么 是对人最重要的 你觉得神认为什么 对人是最重要的 聪明 你看那天约翰怎么说 那天约翰怎么说 你记得吗 那在这个神迹之前 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有分享的故事 跟那个故事 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有一天有一个拉比 叫尼格迪姆 他就问耶稣 对不对 问耶稣什么 到底什么叫重生 那耶稣当然就跟他讲了 讲了一堆 约翰在旁边看看 不 尼格迪姆 到底懂还是不懂 他就记起来 他说尼格迪姆 我告诉你 耶稣什么意思吧 主想告诉你什么吧 他就记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意思是我们有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 意思是说 约翰说 其实主就想告诉你一个弟母 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爱 因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男人女人 犹太人外邦人 神爱每一个族群的每一个人 到一个地步神 甚至猜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到地上来 为我们的罪 付了生命的代价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了 好叫我们可以归向神 好叫我们跟他连结 所以神所最在意的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人 神所最在意的就是我们 神所最在意的就是人 你周围的人 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做了 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在主看来就是罪 我们做任何 使别人远离神的事 就是罪 任何神学理论 任何圣经的经文 或者你解释经文的方法 使人不被尊重 弟兄们那都是罪 那都是罪 因为神认为 对人最重要的就是爱 就是爱 今天有从跟我分享的故事 医治生病38年 瘫痪人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故事 就是一个爱的故事 好 那一天 约翰福音五章第十节 那一天是安息日 所以那个犹太人就 法律塞人就对那个 医好的病的人 他们没有说 好高兴哦 行神 行个神级好快乐 跟他一种快乐 没有啊 他们说什么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录制是不可以的 律法禁止你这样做 你拿这个褥子超重啊 那这个人就 就回应犹太人 他说 其实那个人 他并不认识耶稣是谁了 他说那个人 那个人叫我拿起褥子 叫我走啊 我就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一被安息日 我已经好38年 没有走过安息日 因为 那个人叫我拿褥子走 我就走了 我在想那天 这个病患 很想跟那群法律塞人说 他说各位 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 我为什么愿意听这个人的话 我为什么不愿意听那些 一辈子不在意忽略我的人的话 我为什么不在意那些 常常定我罪的人的话 那些人觉得我躺这边 是理所当然的啊 因为不是你爸妈犯罪 你妈妈犯罪 就是你犯罪啊 所以你瘫痪啊 他说这个人 但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啊 可这个人 他把我不配得了给了我 所以我听他的话 我起来拿起褥子就走了 第二名在当时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如果一个女人 一个妈妈怀孕 她犯了罪 比如说去这个 异教徒的殿余里面 拜拜以后 妈妈就犯了罪 对不对 那父中的胎儿 也犯了罪 也犯了罪 跟妈妈一起 所以这个生病38年的人 他一生都因这个宗教的体系的理论 就认定说 他生病了38年 他犯38年 一定是他爸爸犯罪 就是他犯罪了 所以他一生都在想 38年在想说 那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可是这个人出现了 这个我不认识的人出现了 他不在意 我又没有犯罪 他一直了我 所以我照他所说的 我起来 我拿着褥子 就走了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是谁 你知道犹太人也问了同样问题 犹太人就问他说 五章十二节 犹太人就说 他们问他说 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啊 这个人是谁啊 刚刚告诉我他是谁 你知道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规矩 他不可以在安息治病 他也违反了安息的规矩 他明天医治也没问题 可是今天不可以 安息日 没有所安息日 违背安息日 快点告诉我他是谁 那个医好的人 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耶稣就走了已经 对不对 但是后面的故事很有意思 我慢慢跟各位分享 下面发生的事情 有一点点复杂啊 可是我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 其实如果我们 我们不要从神学角度去看 如果我们从我们单身中的角度看 你可能比较容易明白 那我们不从一个深奥的角度看 那后来对不对 五章十四节 后来啊 这个耶稣就在殿里 果然你看那个人去圣殿经脉神 对不对 圣殿就遇见这个人 这个病好得意志的人 耶稣就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好 第二个人你知道 看起来耶稣也觉得这个人 只有罪嘛 对不对 你觉得耶稣说的 这个罪是什么罪 你觉得耶稣说 很多人都定他的罪 你今天贪瘫38年时 你爸爸生犯罪 你妈妈犯罪 或者你犯罪 那耶稣也说 你痊愈了嘛 你不要再犯罪 显然是以前你犯罪嘛 现在痊愈了 那你不要再犯罪了 那主手说罪是什么罪 你知道 历史历代以来 很多简历家都要解释说 到底什么罪 其实也差不多就这几种 我跟各位分享 这就原罪 第一个 原罪就是你我 生下来就有罪嘛 这是亚当害的 所以我们就原罪嘛 其实你知道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叫寻子 他也说人性本恶嘛 同样意思了 那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是这个啦 那如果这样子 大家都原罪 那为什么主对他这么严厉 我觉得可能不是 或者有人说 父母犯罪 我觉得也不是 因为在另外一个场合 主曾经说过 跟父母没关系 或者他自己犯了罪 他如果自己犯了重罪的话 如果就着犹太人律法 比方说他这个 咒骂父母 早就被打死了 或者他杀了人 罗马人也不会放过他 对不对 要判死刑 定施价 所以应该都不是 或者思想上犯罪 嫉妒啊 奸淫啊 或者是害人啊 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 难道你没有犯过这种罪吗 罪不至于此啊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的想法好不好 我自己看 这是我的版本啊 听听就好 我觉得主的意思是这个 后来耶稣在圣殿 遇到这个得意志的人 对不对 主说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自由了 这些人控告你 背了这个褥子 说超重啊 所以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背那个褥子了 你明白吗 你不要再犯罪 你不要再背那个褥子了 我觉得耶稣还蛮幽默的 你不要再背这个褥子 如果他们定你的罪 是因为你背那个褥子嘛 超重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再背嘛 你就自由 你就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背了 有没有道理 你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吗 你觉得三四八天躺里面 他能犯什么罪啊 OK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主的意思是告诉 他根本不认同犹太人 用这个方法定他的罪 拿个褥子算什么罪呢 对不对 是错的 所以主说 好啊 既然他们定你的罪 所以你背褥子 那你就不要背嘛 你已经痊愈了 就不要再背了 不要再犯罪了 OK 这是我的解释了 第一个重要是什么 主当然没有废墟律法 重要是 主不要我们用律法 去挟制别人 没错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怎么导致 忘记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其实主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 我们的主 我们知道他是谁 那我们记得这些 纪使约翰福音 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正明白 主是谁 我们就不会排斥 我们的信仰 基督教都好多规矩啊 或者我们被 那个律法主义所捆绑 弟兄姐妹们 我们选择跟随耶稣 我们就不会再被 那个律法 所捆绑 因为主来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主来是要拯救我们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重点 我们都知道 即使在新约 圣经里面 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规矩 确实 有很多主的命令 我们需要 我们一方面知道 我们的信仰 确实跟许多外邦的宗教 不一样 说有很多命令 规矩 你们要遵守不遵守就怎么样 不是 可是并不代表 主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 是不是 我们常常以为 律法是 挟制我们 掌控我们 不可以这个 不可以那个 其实不是的 你真的看圣经上 圣经上怎么说 雅各书第一章二书节 他说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觉得律法 就是叫我们不自由 可是雅各说 不是律法叫我们自由 好 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安息日 主题安息日 医治病人 西部来书 刚刚我们读了 十章二书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关了的人 安息主日 那个瘫痪病的病人 因此安息 在他操纵的 这个入子被定罪 耶稣的安息日 治病被定罪 那对我们这个基督徒 我们现在二世 一世纪的基督徒呢 安息主日 我们没有守主日 停止的聚会 会被定罪吗 基督徒 没有守主日 严密很重 基督徒守主日 重不重要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这个人是谁 我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来看这个人 我们的主耶稣 他怎么看安息日 各位今天的信息 主在安息 主特别在安息 犹太人讲没错啊 你隔一天 医治他不行吗 他已经病了三十八年了 再多等一天不行吗 那耶稣 你为什么一定要安息 医治他 是不是 主在安息日 为什么主在安息日 医治他 主 这个神地是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认识他 到底是谁 主到底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做 好不好 耶稣对安息日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 那葛福音二章 那边记得一段 一段事情 就是在安息日 有一天 主带他门徒 他们走路的时候 因为他们饿了 他门徒就掐了麦碎 就吃了 反而是他就说 你的门徒 怎么能安息日 怎么可以吃个呢 不可以的 主就对他们 说了一段话 耶稣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主这边讲了好几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他到底是谁 他的想法是什么 第一个 主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你设立的 听众你一定要搞事 安息日是为上帝 礼拜堂是为了上帝 喜欢我们就敬拜他 对啊 你信耶稣了 你还不来拜我吗 对不对 守规矩啊 赶快来拜我 我是上帝啊 错 耶稣说安息日 是为你预备的 预备干什么 预备让你想安息啊 现在我们有教堂 以前是会幕 我们说会幕 会幕是什么 会幕就是与神相会的帐幕 当百姓来到会幕室 就是在遇见神 来敬拜神 享受那个安息 享受平安 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祝福 享受神的自己 今天你来到主日 你来到教会 同样是来这边与神相会的 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祝福 享受神的安息的 你说在家里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主说什么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聚会当时 Gathering是一起嘛 跟弟兄弟一起 对不对 好 安息日是为你预备的 叫你享受主的自己 预备神 然后主告诉我们说什么 祂是安息日的主 主是什么 主人啊 安息日是为我们预备的 可是不要问你 祂是主人哦 你我不是安息日的主 如果你我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表示说 我可以选择决定 今天我要不要去 主人嘛 今天太累 今天太忙 今天出去玩 我不去 那我们就安息日的主 可是主说 祂是安息日的主 听众姐妹 我们守不守安息日 可以看出我们对主 有没有尊重 祂是主 祂是主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真的尊重我们的主 我们就需要留意 那当然你一定不要误会 参加话题 并不是说 你说今天真的要加班 或者有特别重要事情 一定不行 那当然不是嘛 但是你要排除 排除 要知道安息日 是为你预备的 叫你享受神 真实的安息 叫你遇见神 同样也是一个 表达我们对主尊重的 一个态度 可另外 你不要忘记 安息日是一个领受 我在说 我特别强调 安息日是领受祝福的日子 主就是在安息日那天 医治他 为什么 安息日那天那个人 在安息日就领受祝福 得医治了 三四八年都没有得医治 就是安息日那天 耶稣就医治他 如果我们把守安息 当作一个律法 规条来守的话 确实很辛苦 又到礼拜天 那么快 又到礼拜天了 如果你不去 你就很内疚 可是你久久不来 你就习惯 连内疚不会内疚 将来挺习惯的人 那会怎么样 你不需要别人定罪 你自己会定罪你自己 如果不会的话 那我们真的离神太远了 好 可是耶稣让我们明白 因为他要我们来 是要祝福我们 安息日是主行神迹的日子 安息日是主医治那个 病生病三十八年的日子 安息日是神祝福我们的日子 你错过就太可惜了 对不对 安息日是为你预备 为我预备的 为了我们 给您说祝福预备的 你知道有一个美国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餐厅 可能你没听过 因为台湾没有这个连锁店 叫Chick-Fullet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好 我把它翻译之后 福乐鸡 肯德鸡福乐鸡 它其实卖鸡 汉堡 当然还有别的 这个福乐鸡 这家连锁店 它是一位 74年以前 一位非常敬钱的 敬信会的弟兄所 开始的 主内的弟兄 那他开始 今天他已经在美国 有超过2200家 连锁店 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一件事情 底白天 我不做生意 让自己休息 守安息日 让他的员工 守安息日 你知道敬信会 他们非常敬钱的基督徒 经过这么多年 他的儿子接班以后 继续维持 他父亲的观念 他们要遵循 圣经的价值观 继续 礼拜天 礼拜天生意最好 全家都要去吃汉堡 对不对 去吃炸鸡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怎么样 我们要守主日 所以今天他们 仍然是这样子 好 他们有 因此这样子 盈利减少吗 对刚好相反 主告是 如果我们尊重他 他也尊重我们 2014年 他们的福乐基的盈利 达到58亿美元 58亿美元 就是大概2000多亿台币 他们只用短短两年的时间 从这个全美的 这个连锁店 很多连锁店 对不对 从排名第19升到 排名第8 第8大连锁餐厅 连锁品牌 2018年 他们的价值 他们盈利升到104亿 104亿 台币多少 3000亿 今年6月 公布了全美国 200大连锁餐厅 排行榜中 他到第三名了 仅次于麦当劳和星巴克 曾大大祝他们 真的 偷偷告诉你秘密 不偷偷 我们就公开了 我自己觉得 他们东西没有那么好吃 因为 他可能讲健康 就没有那么油 没有那么 有点干 我觉得 可是不管怎么样 神祝福他们 可能美国人喜欢吧 OK 神就是祝福他们 因为他们尊重神 提供几辈 那是个不变的原则 真的 真的这样 好不好 而且 这个人是谁 耶稣他就是继续不断祝福我们的人 五章十五节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 使他全力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也逼迫耶稣说 安息你做这个事情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听众几辈 主说什么 主什么意思 说 上帝是天天祝福 我也是天天祝福 我也是天天祝福 你看 主的意思是这个 这个人到底是谁 神的儿子 耶稣说 我的上帝 他天天做事 我也天天做事 上帝做什么 上帝就祝福我们 耶稣说 我也天天祝福你 从今晚来看 我们的神都没有休假的 怎么都没有守主日 他没有休息 你看 安息 你安息 可是神还在 神还在做工 神不休假的 你觉得他违反了安息日吗 没有啊 还好啊 还好他安息日也不休息 否则的话 礼拜天万一碰了什么大的事情 主啊 主说对不起 我今天休息啊 主 天天做事 他就这么爱我们 另外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是与神同等的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以为他是谁啊 主说我就是神 那这个问题 犹太人 不但犹太人在那边问过 其他场合也有人问过 他们问过 他们没有说 比如说圣殿 他决定圣殿的时候 他们没有说 你到底以为人家做什么 他们说 你到底以为你是谁啊 是 弟兄里面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需要认识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从今天我们经文 我们看见 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是祝福我们的神 他继续不断祝福我们的神 他就是神与神同等 让我们更多认识他 如果我们要认识天父 耶稣说什么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他说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 父所做的子也这样做 你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 主说你要看见父吗 你看我就知道了 我做什么 就是父要做什么 我说什么就父说什么 你要真的认识父吗 你看我就知道 因为你要真的认识神嘛 这个人到底是谁 你还认识他 最后第39节 就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 他说 你们查稿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他说你们查稿圣经 弟兄弟妹 这个话很严肃的 主说 你们真的要认识我吗 但是你们看圣经 看了半天 怎么你们还不认识我呢 因为你们以为查圣经 他当然对犹太人说的 你们看旧约 你们看那律法 你们很努力查 你们就以为其中有永生吗 其实不是的 耶稣说 永生在我里面 永生在我里面 神的话当然很宝贵 但弟兄弟妹 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留意 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开始我所做的 我们选择的经文 而没有选择那个生命 我一直不说经文不重要 当然你需要经文嘛 你就要看成你才认知这个神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选择的经文的解释 而没有选择那位经文 彰显出来的主 那位生命 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好不好 旧约的人 对法利赛人来说 主说是啊 你们有先知书 你们有历史书 你们有所罗门的智慧书 你们有大卫的诗篇 你们甚至更远 你们有亚伯塔的应许 摩西的西乃山之约 但是 约翰要告诉我们说 但是这其中所说的那一位 他已经来了 他就是耶稣 他站在我们面前 我看见他 我听见他 我摸过他 我今天把他介绍给你们 他就是那一位 真的儿子 真的儿子 约翰所告诉我们的 就是 可能他代表耶稣说 代替耶稣 他说 那奥秘已经显明了 很多疑惑已经过去 奥秘已经显明了 耶稣已经来到 他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有这些神力都指向他 叫我们认识他 叫我们认识他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核对勇信 我们有旧约 我们有新约 对不对 我们有福音书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确实像我一开始 我所说的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 非常复杂的环境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神学思想 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我们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我们有拥护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议题 可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一定不要问你 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对我们基督来讲 很简单 你不要把自己弄在 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 耶稣他来了 他用神机 告诉我们 非常简单的事 让我们知道 他到底是谁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他告诉我们 他到底是谁 而且他记得神机 告诉我们说 他看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不管是神学理念 很多政治议题 社会议题 那个当然 你可以关心 没有问题 可是一定要把自己 混在那其中 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认识谁 他到底是谁 而且我们要 看见 我们要看中 他所看中的 什么是神水 所看中的 就是爱 今天我所讲的 神机的故事 是个爱的故事 是个爱的神机 同样当我们因着爱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也只回想 像我一起都所说的 年轻的时候 所犯的错误 我们不要再重新犯 重挡覆辙 我们可以检讨 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基督信仰 有没有拦住 我们去爱别人 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场合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他所有的朋友 同伴都已经死了 很多人都殉道了 耶路撒冷城被攻陷 被罗马人攻陷了 发生了大屠杀 传说有一百万犹太人 被罗马人屠杀 剩下人被掳去当 俘虏 当奴隶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在约翰最痛苦 最伤感的时候 约翰告诉他的门徒说 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什么 他说 神就是爱 你们记下来 告诉 住下面的人 神就是爱 约翰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选择 站在神那一边 当我们选择爱 我们就 站在神那一边 当我们选择 对别人好 我们就站在 神那一边 你的信仰 拦阻你去爱 应该爱的人吗 你的信仰拦阻你去爱 神所爱的人吗 还是你选择 站在神那一边 去爱你作为的人 即使有些人不可爱 我们还是爱他们 那是神所期待的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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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